Hello大家好 我是健格 之前我们也做过不少显示器的评测 有专业的显示器 有IPS的万金油的电竞屏 有听屏幕的发烧电竞屏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一台21B9的准4K的待遇屏 优牌VX3418 2K Pro 34吋IPS面板 144赫兹刷新 价格只要2000多 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优派VX3418 2K Pro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给力 大家可以搜一搜LG差不多参数的要买多少钱 别的牌子的同价位的待遇屏基本都是曲面的V屏幕 V屏幕我觉得还是电商自己用的 你要可电竞比的话还是差的有些远 我们还是看一下显示器的具体参数吧 IPS面板 34寸21B9的带鱼皮 3440×1440的2K分辨率 也可以说是准4K 官方宣传可以开启1毫秒的即兴响应模式 这个模式是MPRT的 其实日常不是很推荐 不开启的话是为5毫秒 接口为2个DP.4和2个HDMI 2.0 挺好的嘛 三面窄边框 大概就是6毫米的宽度 可以调节高度 调节的范围大概是0-13厘米 俯仰角度可以调节-3-15度 电源线就是常见的电饭锅线 不用拖一个适配器的 但是给的这个线材呢 确实有些短了 不是很方便 关机键是那种长按的式的 可以防止误触 看完外观我们来说一下安装 由于这个显示器比较便宜 所以说这个支架的安装就比较费劲了 是所有的都要拧螺丝的 甚至包括屏幕的支架固定都是需要拧螺丝的 不过也就是安装的时候难受一下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个支架确实有一些大 键盘摆放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受 而且这种待遇屏本身就基本上不支持旋转的 所以说插线什么也会比较费劲 OSD这里是在机身背面 整体OSD的逻辑还是可以的 操作不像有些厂家的那种反人类 预设的分为有FPS游戏 RTS游戏 MOBA游戏等一等 还是非常实用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色域 这是采用的京东方的B340UW3面板 是一个原生8bit面板 色域为98.9%的sRGB 71.7%的Adobe RGB 76.1的P3色域总体还是不错的 但是色准就相应一般 德塔E为1.8 特别是蓝色这块有一些不准 另外显示器是支持HDR10的 不过效果一般 那毕竟价格还在那里呢 Diopad 3418 2K Pro也是支持AMD FreeSync的Premium技术 可以兼容G-Sync AMD官方宣传可以通过认证的显示器 会比普通的FreeSync显示器 多出一个低帧率补偿的LFC和低延迟输入功能 当你玩游戏帧数低的时候 会自动补偿到刚帧率 当然这些都是AMD官方说的 那参数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其次的 主要谈一谈使用体验 那21B9的屏幕呢在办公的时候呢 就类似于开了双屏 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一边开着XL一边开着Word 可以显著提升办公效率 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的话 足够长的时间轴和轨道 在剪片的时候呢 对时间和插件的操作就更加的方便了 更好拖动 但是色准的话 确实就一般般还是不建议作为修图使用 游戏的话 如果说你去玩3ARPG和MOMA类游戏 它会有一个良好的视觉突然作用 比如说露娃露 你在中路对线的时候呢 它两边的核道视野就更宽 那这个是建立在你要插眼 如果你不插眼的话 你再宽的屏幕也没有用 所以也不算特别明显的优势 那DOTA2也是类似的 视野更大 但是同样你是需要去插眼的 所以说对于MOVA类游戏的话 它是确实可以拓展视野的 但是更多的视野范围内大部分还是战争迷雾 需要你自己插眼才可以取得视野上的优势 所以说游戏还是很公平的 毕竟电子经济那啥才是原罪 那对于CFHD和COD这类近视类的FPS游戏来说 那20比9的视野有些过宽了 它拉枪和整体的体验均不是特别良好 宽敞的视野其实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反而干扰了正常的游戏节奏 那毕竟很多职业玩家 它连16比9都不选用 还要选择4比3再拉伸 说这样的话 敌人的口更大更容易打中 那对于赛车类游戏的话 21比9的屏幕就非常舒服了 因为这种游戏它不像竞技类游戏 那么视线集中 你去有精力去欣赏一下两边的画面 可以更加贴实真实的车内视角 你再搭配上144Hz刷新的屏幕 视野宽阔也不是流畅 那总结一下 3A类、RPG类和MOMA类的游戏 那优派的VX3418 2K Pro 会带来一定的体验提升 但是FP游戏就不是非常推荐了 另外对于显卡的推荐 如果说你3A玩得多 搭配3070显卡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当然预算有限的话 还是建议选择支持 260 Super以上的显卡 那21比9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观看电影 因为电影普遍是21比9的比例 我们在观看头号玩家的原片 整个画面就没有黑边 沉浸感就比16比9要好很多 但是你看日常B站的视频 和一些电视剧综艺的话 两边的黑边就反而有些不习惯了 我看到不少视频的博主 他已经在做21比9的节目了 所以视频你是到底做16比9还是21比9呢 大家可以弹幕交流一下大家的喜好 最后总结一下优派的3418 2K Pro 优点非常明显性价比非常高 34寸的IPS带域屏 大厂出品 2000多块钱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用关的16比9 你去换换21比9 无论是办公还是游戏 都会有新的感受 基本上和你组双屏的话 是差不多的价格了 但是相应的话 受限于价格 面板的素质就没法和2000多的 16比9的屏幕去逼掉了 所以说这还是看你的取舍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听完我们的使用体验 你是否会购买这款UPad VX18 2K Pro显示器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如果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的YouTuber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如果想来解更多电脑资讯话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CLR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